呃,大家好!呃,欢迎大家来到新歌小话堂啊!今天跟大家聊个啥话题呢?就是知歌善用啊,为啥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伯格啊,坦诚地说啊,是指歌穿衣,靠歌吃饭啊,在分享歌这个过程中呢,身边的朋友也好啊,粉丝也好,经常会跟我说的,说伯格把你家的好歌的分享我们,一直 好像我这些,连分享的好像都一直是破歌的,所以我就想问你大家,什么是好歌的啊,你得搞清定义,我这一问呢,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是好歌的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呢,我们玩歌的时候啊,说先把品,品系放在一边,呃,重点研究这歌的特性和家族啊,为啥研究这个家族呢? 这一个家族下来的歌词啊,不管是什么血统,因为血统,什么血统都有费的,所以血统之外的不重要 家族很重要,当两只歌诈啊,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黄金配对的时候 他在赛场上表现是一定有自己的特点啊,那这特点呢,他有很多种 有单光块的,有短图块的,有中长图块的,也有中和实力强的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没有啊,举个举个例子 那就是单光块这个歌诈啊,现在公平不都四关山吗?二百三百四百五百,这不四关山吗? 可能就是这歌呢,在二百公里,一万只歌比飞了八九千名,三百五里八九千名 四百公里呢,六七千名,到五百五里冠军 有这样的歌诈啊,很多,这就叫单光块的啊 还有那种歌呢,是中短图块的啊,从顺放的几十公里到三百五里啊 几十名啊,七公里几十名,一百五里几十名啊 二百五里几十名,那个三百五里几十名 完了到四百五里几千名,到五百五里,或者是吃归,或者不回来了啊,有这种特点的 还有这歌呢,是到了中长距离啊 比较厉害,四百五里啊,不管多少歌比,飞了前一千 到了五百五里决赛啊,就飞前一百 甚至飞前十 所以呢,你要了解歌特性 根据歌这个家族这种特性 配合着你自身的需求 和你赛场上的需求 去选择歌的 看歌的啊 没有说谁看准 就博歌看歌的,绝对是参考家族 个体眼纱配对 说哪个大师的一看眼睛,这歌行哪个,哪个不行的 那都是假的啊 呃,所以就是说 没有人把歌能看准啊 但是我们参照家族啊 参照歌家族的特点 我们呢 寻找到适合我们的歌的 让我们的歌的送到适合他的赛场 我们的成功概率是大的 啊,我只能跟你这么说 说什么是好歌的啊 那就看什么样的歌适合你 和你的赛场 那,并且在这个 在这个适合你和赛场中 能给你呢,栽进作严 啊,这样是好歌的 所以呢,在以后在选择的时候啊 选择歌的时候 你把这好歌的定义掌握好 需要什么样的歌的 演进什么样的歌的啊 呃,今天的视频咱就聊到这儿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